好 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现场直播 苏格兰选手斯蒂芬·马奎尔和中国选手田崩飞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前两局的比赛 马奎尔凭借更高一筹的实力2比0领先于田崩飞 第二局的比赛 马奎尔是单杆102 这是本次BTVB国际斯诺哥北京邀请赛的第五杆 破百杆 这样我们也是前四天的比赛 每天都有破百杆的产胜 对 比赛的达到这个时候 像田崩飞应该松弛下来了 对 远先进攻 看看准度 差牌不少 感觉田崩飞好像斗志受了点影响 嗯 也没有机会啊 作为干防守 对 就目前看田崩飞输到这场比赛的话就将遭到淘汰 不过已经不用再考虑出现以否的事情 对对 就是珍惜与世界排名第二的高手马奎尔之间的过招的机会 对 能多打一杆是一杆 对 因为我觉得田崩飞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 本届比赛包括这一盘可能是你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的一小点 你完全可以把它变成沙子当中的一粒的对于自己职业生涯的积累 对 你摆了一个心态 放着这个心态可能整个的球你打的会更开一些 是 况且这个赛季0910赛季 田崩飞还是要远赴英国局参加这庞丁斯的国际公开系列赛 尽管是比职业巡会赛第一个等级的比赛 但应该说也是苍龙卧虎 这次参赛的八位选手当中也只有田崩飞 没有资格参加新赛季的职业斯诺克巡会赛 所以说他取得好成绩的欲望是非常强烈 但是咱客观的讲 他没有参加上一个赛季的职业斯诺克巡会赛 对他这个水平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没错 缺少高压力高强度的这种高水平的对抗 就像包括我跟田崩飞聊天 其实如果你没有比赛的压力的时候 你在训练属于无目的训练 相对来说输效要低一些 通常来说以赛带练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马奎尔又通过自己的精准的计达 又获得了进攻机会 上一局比赛就是马奎尔在拿到上手机会之后 单干102没有给对方任何的翻盘的机会 像马奎尔这么高水平的选手 通过上一盘 这一杆可能就会把自己的手感调整到非常好 没问题 杆法稍稍低了一点 没有躲开蓝色五分球 从整个到目前各位选手比赛的状态来看 马奎尔也不愧是世界排名高居第二 本次赛会投号种子 他的问鼎的机会应该是最大 看看木球 刚好很强的中端的右侧旋转 要有一个高架 刚才马奎尔那个干法也是一个过桥 职业机会经常会需要演练的 像刚才这个线路平直需要练的 对 就是从低分支彩球的缝当中 钻过去 像刚才一个细节 就是马奎尔因为把架杆架到红球堆里面了 在你不把架杆完全拿起来的时候 裁判不会接你架杆的 怕碰球责任分不清楚 你只要不脱离开这个红球 裁判不会接的 这也是一个小的裁判的细节 都给大家讲一下 看起来更有意思 利用红球队稍稍改变一下母球的行进轨迹 顺势刚好较到黑色七分球 看看啊 这个失误确实让人没有想到 打的稍稍薄了一点点啊 马奎尔还是太想控制母球 K球的这个位置 顾此事比 他就在瞄准上稍稍的有一点点小平常 是 看看天鹏飞能不能有机会 高架 利用黑球 好球 马奎尔也非常赞许的 球杆点了一下球台 这是斯诺克一个利益 对 抹球和黑球是贴的非常的紧 包括一些以后这个业余爱好者也可以 学习这个利益 除了球杆 你拿手轻轻敲一下球台也可以 因为斯诺克相互对决之间 还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运动 对 很少有大声的那种叫好 一般 你用这两个动作 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 都表示对手的赞许 斯诺克是一项 镜中有动的运动 这球看来是中战有机会 好的 木球滑动的距离不够 这样给他击打粉球 造成手架一定的麻烦 关键是下一颗红球的较位 干法稍稍低了一点 没想现在木球右下方的红球 K的稍稍厚了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角度 大家可以看到 木球击打完粉球中战以后 是朝开暗去的方向走 对 需要发一点点力 看看这个准度 没问题 关键力度 力度没有控制好 没关系 比赛一杆一杆打 没有机会耐一下心来防守 把母球留上去 力度 还是稍稍的有点点大 像这种母球起的高度 对于马奎尔来说 所有干法都可以使 应该说 像这种纯防守的情况 这种情况 对于职业选手来说 应该算一个不大不小的事物 看看马奎尔的处理 马奎尔要准多 漂亮 力量稍稍轻了一点点 对 一方面是距离远 另外旁边黑球 对于红球的下球线路 多少是一些阻碍 马奎尔在2-0领先的情况下 大胆的进攻 应该说田文菲今天缺点气势 对 马奎尔也没有太好的机会选择了防守 利用绿球 好球 田文菲也是 对这手 对这杆防守非常赞许 我们通过应远来看一下 应该是绿球 摊住了所有的红球 全部挡住 全部挡住 对 这边篮球也是挡到 应远给的非常清楚 这个难题对田文菲来说不小 好脸酷 想打毛鞭 对 像这种红球非常散的情况下 一般往红球队里够 很会给对方留下机 没错 好 好